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传奇女性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青春的反叛 玛格丽特·萨特的早年生活 二 女性主义的哲学家 萨特的思想贡献 三 思想自由的传播者 萨特的文化影响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青春的反叛 玛格丽特·萨特的早年生活 哎呀 玛格丽特·萨特 Marguerite Duras 这位法国文学界的才女 她的早年生活就像是一部精彩的电影 充满了情感的波折和青春的反叛 她的故事 可以说是一杯浓烈的法式咖啡 苦中带甜 让人回味无穷 首先 我们得回到二十世纪初的法属印度之那 也就是现在的越南 在那个殖民地的炎热气候中 小玛格丽特出生了 她的家庭 哦 可以说是一团糟 父亲早逝 母亲是个教师 一心想要投资土地 结果却陷入了财务困境 这种家庭背景 对于一个敏感的少女来说 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心灵压力 但是 萨特小姐并没有被这些困境打败 反而在这种压力下 孕育出了她独特的文学天赋 她的作品中 常常能看到对权力 欲望和死亡的深刻探讨 这些都是她早年经历的反应 说到青春的反叛 萨特小姐可是不敢于平庸的典范 她在17岁时 就与一个富有的中国商人开始了一段风流运势 这段关系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可是相当大胆和非传统的 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了 她著名小说 秦人的灵感来源 而且 她的反叛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生活 萨特小姐在学习期间就表现出了对传统教育的不满 她对文学和政治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对学校课程的兴趣 她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和数学 但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向了政治活动 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尽管后来因为对党的政策不满而离开 在二战期间 萨特小姐的反叛精神再次显现 她加入了法国抵抗运动 用她的笔作为武器 参与了对抗纳粹的斗争 战后 她的文学事业开始蓬勃发展 她的作品因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主题而广受赞誉 总之 玛格丽特 萨特的早年生活就像是一场精彩绝伦的青春叛逆剧 她不仅在个人生活中挑战传统 也在文学和政治领域展现了她的非凡才华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最不利的环境中 一个人的才华和决心也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而且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爱情 欲望和反叛的故事 不妨读一读萨特小姐的小说 保证比看肥皂剧还要精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女性主义的哲学家 萨特的思想贡献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萨特 John Paul Sartre 这位法国哲学家 剧作家 小说家 政治活动家和文学批评家 她的思想对二十世纪的哲学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过 在开始之前 我得先澄清一个小小的误会 萨特虽然对女性主义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她本人并不是女性主义哲学家 实际上 女性主义哲学家中 西蒙娜德·波夫瓦 西蒙德·波沃尔 才是萨特的伴侣和知名的女性主义思想家 不过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 确实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哲学基础 萨特的哲学核心是存在主义 它的名言存在先于本质 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 颠覆了传统的哲学思考方式 他认为 人类作为存在的个体 是自由的 必须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 来定义自己的本质 这个观点 对女性主义者来说是个福音 因为他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 和社会对女性的预设期望 萨特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关于 他者的概念 在他的著作《存在与虚无》中 他探讨了他者如何通过凝视 将一个人物化 这个想法后来被女性主义者 用来分析男性凝视 Mel Gaze 如何影响女性的自我感知和社会地位 现在让我们加点幽默 想象一下 萨特和德·波夫娃 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辩论 萨特可能会说 亲爱的 你知道我对自由的热爱 但是当服务员忘记给我带咖啡时 我感觉我对自由的热爱正在被考验 而德·波夫娃可能会回应 亲爱的 你总是谈论自由 但你忘了 自由也意味着为自己的咖啡负责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强调 个人责任和自由选择 这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 是一种解放的工具 他鼓励女性超越社会 对性别的刻板印象 勇敢地定义 自己的生活和身份 然而 萨特自己在个人生活中 并不总是能完美地 实践她的哲学原则 这也让她成为了一个 复杂而真实的人物 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权威 总之 萨特的哲学为女性主义 提供了一种思考自由 和个人身份的新方式 尽管她自己 可能在实践中并不完美 但她的思想 仍然启发了无数人 去追求更加自由和平等的世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思想自由的传播者 萨特的文化影响 哎呀 讲起萨特 John Paul Sartre 这位法国哲学家 剧作家 小说家 政治活动家和文学批评家 我们可是有得了 萨特 这个名字 在二十世纪的思想界 就像是一颗永不落幕的明星 它的存在无处不在 就像是巴黎咖啡馆的烟雾 弥漫在每个角落 让人既爱又恨 首先 萨特是个不折不扣的 思想自由的传播者 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讲究自由 选择和个人责任 简直就是那个时代 年轻人的精神导师 他告诉人们 你是自由的 你的存在先于你的本质 你可以选择成为任何人 这话听起来挺带劲的 但也让不少人感到了 前所未有的焦虑 啥 我现在要对我所有的选择负责 连早餐吃什么 都是哲学问题了 萨特的文化影响 不仅仅局限于哲学界 他的剧作和小说 比如恶心和封闭的房间 都以独特的方式 探讨了存在主义的主题 让普通读者也能感受到 存在的荒诞性 和自由选择的重量 他的作品在文学上也是 相当有影响力 甚至还拿到了 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不过 他以一贯的繁体制姿 他才拒绝了这个奖项 说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 糖衣炮弹 他不持这一套 萨特的影响 还远远超出了文学和哲学 在政治上 他是个激进的左翼活动家 经常参与抗议活动 反对越南战争 支持学生运动 甚至还和另一位 哲学巨星西蒙 德·波夫瓦 西蒙德·波沃 一起成为了 女权主义和性解放运动的 早期支持者 他的政治立场 让他成为了不少争议的焦点 但也无疑加深了 他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 说到萨特和波夫瓦的关系 那可是个八卦的宝库 这对哲学界的 金童玉女 虽然从未结婚 但他们的伴侣关系 持续了一生 他们的关系开放而复杂 两人在保持着 彼此的精神伴侣关系的同时 还各自拥有其他情人 这样的关系模式 在当时可是相当前卫 也成为了他们 存在主义理念的一种实践 萨特的一生 充满了争议和辩论 他的思想和作品 激发了无数人的思考 也引发了不少批评 但不管怎样 他在文化上的影响 是不可否认的 他就像是那个时代的 一杯浓烈的咖啡 让人兴奋 也让人失眠 不过 如果萨特知道 我现在在用他来做比喻 他可能会说 我是我 我不是一杯咖啡 哈 这就是萨特 永远在挑战我们的思维方式 萨特小姐的早年生活 充满了戏剧性和挑战 他的反叹精神 和独特的文学才华 使他成为了一个非凡的人物 他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 如何在困境中找到自己的声音 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决心 开提出一片新天地 萨特先生的思想贡献 对女性主义有着重要的影响 尽管他本人并不是女性主义哲学家 他的存在主义哲学 赋予了个人自由和责任的概念 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 和社会对女性的预设期望 他的思想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鼓励女性超越社会的束缚 勇敢地定义自己的生活和身份 萨特先生的影响超出了哲学界 他的作品和政治活动都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剧作和小说以及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主题 吸引了广大读者 他的政治立场使他成为了一个争议的焦点 他与德·波弗娃的关系也是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展示了他们对存在主义理念的实践 总之 玛格丽特·萨特和萨特先生 都以他们的独特思想和作品 在文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们的故事和思想激发了无数人的思考和讨论 让我们不断挑战 和重新审视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对萨特小姐和萨特先生的故事和思想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留言和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